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怨鬼附身 说这故事啊 发生在解放前了 有这么一年大旱 那庄家呀 真是颗里无收 为了冲击啊 这野菜啊 树叶啊 真的都是被洗劫一空 后来呢 这村民实在是无以为生了 他们啊 就是邪老代幼的 离开家园 出去就逃荒去 说这逃荒的队伍里呢 有这么一对夫妻 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 不幸的是呢 这个夫妻双双得了疾病 女儿身无分文 没办法为这父母治病 没过几天呢 就先后离去 这女儿便一个人在外边逃荒 这后来啊 这姑娘走到了一个叫 李家庄的时候 饿晕过去了 被一个姓刘的老汉给发现了 就把这姑娘给背回家里边去了 这刘老汉呢 有一个儿子 不过呀 这腿脚常年有残疾 尚未娶妻 这乡里面呢 就劝他 说呀 你就把这姑娘啊 留到家里边当儿媳妇吧 也算是行善了 是吧 当时说那姑娘呢 为了抱着救命之恩 就跟这刘老汉的儿子呀 就结婚了 说结婚之后 她倒也是生活圆满 唯一遗憾的是啊 五年以来呀 这这个 这姑娘呢 没有被刘家天上一儿半女 这刘家逐渐的就开始厌恶她了 平日里啊 这家里边农活 就她一个人干 并且动不动她呀 就打她 骂她 这姑娘可以说是受尽的委屈 这姑娘无情可投 便是逆来顺受 挺着吧 总是强言欢笑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 刘家仍然是不断的施虐 终于在一个冬夜里 把这姑娘啊 给杀害了 然后呢 就扔到了村子外边的一口井里边 你想啊 那个战乱年代 谁家 没了个人 那就相当于死了个牲口一样 没有人去找 村民们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这一转眼 就到了这姑娘啊 头七那天 也已经深了 刘老汉关了屋门 盘着腿上炕 扣了一袋烟叶子 透了桌子上那油灯前啊 就点烟 巴达巴达的抽了两口 这时候呢 这烟呛了他呀 一阵咳嗽 这一口浓痰就上来了 把他下了炕 穿上这鞋 走到门口去吐痰去 一手还抓着这烟袋呢 一手扒了这棍子 拉开门 这时候啊 就看见那姑娘浑身 水淋淋的 站在他家门口上 那头发上 还往下滴水呢 正瞪着 两眼睛 支勾勾勾地瞅着他 这刘老汉呢 一口浓寒 硬生生地给咽了下去 那姑娘啊 站在门口 悠悠地说了一句话 我 我好 好冷啊 然后就慢悠悠地走了 刘老汉那两腿呢 蹬得筛糠一样 顺手把门关上 咣当地一下就 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过了好半天啊 刘老汉回了屋里 之前儿媳妇 塑在炕上 裹着一床被子 眼睛还直勾勾地 盯着窗户外边 慢悠悠地说 我 我 我好冷 那刘老汉 这时就感觉 头皮发麻呀 浑身 拉嗖嗖地 吃冒凉风 因为媳妇这个语气啊 香调 就跟那死去的姑娘 特别想 你 你谁啊你 刘老汉硬着头皮 问了一句 我 我好冷 经理 好冷啊 那媳妇目光呆滞 还是慢悠悠地说 刘老汉赶紧的 就喊起儿子来 就到村子里边 把那个神婆呀 给找过来了 从环里边掏出一箱炉 装了一些个箱灰子 把这死根箱 插到香炉里边 这死根细细的烟柱 鸟鸟的升起 然后这个神婆 也不说话 掏出烟的锅子来 竟然抽起烟了呢 刘老汉 那刘老汉媳妇儿 你再看 声音特别低着 哭着 我狼 我 我死得 好冤啊 我 眼睛直勾勾地 那神婆 胡说 黄泉路上 五老少 阎王爷那儿 哪有算错的账啊 没等刘老汉媳妇说完呢 那神婆瞪着眼睛 就把她给打断了 你们 你们无情无义 我不服 那刘老汉媳妇儿 好像也是被震住了 换了个意思说 这神婆感觉 自己这一句话 已经占了上风了 又换了一句 平和一点的语气 又说 这骑马挑担的命中担 有人出生 就含着金钥匙 你就叼着根草 怪谁啊 怪命呗 神婆为了证明 自己说的有道理 还斜着眼睛 用烟袋锅子 轻轻地敲了敲炕车 有老汉媳妇儿 又是一阵哭 愁气地说 我 我 我就是 不甘心 我 哎呀 孩子 我知道你命苦 也知道你心里委屈 可是 你看看 这老太太 也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人鬼殊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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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个 听话的孩子 可你要是把他 也给折腾病了 这 阎王爷 面前 可就又 多了一条 不孝之 罪呀 神婆子 语重心 一副 善心善意的样子 神婆一看他没说话 又接茬说 今儿个 我做主了 送你五十个银壳子 两身衣裳 一口箱子 抽空就去给你烧了 你这就回吧 忠不 不忠 还不够 刘老汉呢 这媳妇啊 一瞪眼 那你 还想要啥 什么 婆子问他 谁说 不孝有三 屋后为大 我无法身孕 也不惯刘家如此 对我 只是畜生尚且有意 人岂能如此无情 好歹一起生活五年 五年情分 岂能因为这是 一笔抹去 我只求能够得意解脱 冲入轮回 望却此生变好 刘老汉媳妇 依旧是一个姑娘的语气 左胎头人 放下仇恨 重新来过 强国每天都活在苦闷怨恨当中 只要你想去便渴 道理很简单 就看你放得下 还是放不下这心中的怨念 那神婆子说着 刘老汉媳妇没说话 神婆接茬着又说 人生八苦 生老病死 咱且不提 且说那爱别离 再说那愿长久 还有那求不得 最后便是放不下 一战爱别离 此生此恨 二战愿长久 为此而苦 三位求不得 我从此拖累 死了 死了 最后你还是放不下呀 罢了罢了 放下恨 放下愿去吧 我愿去投胎做人 这话音一落 刘老汉媳妇 哐当的一下 就贪软在炕上 儿子赶紧过来 扶着他躺下 轻轻地盖上被子 那神婆呢 也从炕上下来 指了指 香炉子 对那刘老汉儿子说 灯香燃尽了 明儿给我送去 顺便把许的怨还了 明儿找僧人道士 给忘魂超度 让您受累了 刘老汉客气地说着 第二天一大早上 刘老汉到西山 请来了和尚 给姑娘超度忘魂 此时过去之后 刘老汉一家人 都信了佛 鬼可怕 但人更可怕 鬼且有意 人却无情 这世间知识 万万千千 又岂能只是那 只言片语 能说得尽的呢 好了 这就是 怨鬼附身的故事